忍辱波罗里 六度里头 以布施跟忍辱 这两个最重要 布施是在造福 实在积德了 忍辱能够保持 不会舍掉 没有忍辱 布施的功德常常会丧失掉 忍辱有三大类 第一个人害 人怎么会害你 基督 就障碍 就想害你 基督 余生俱来 我们以善心对人 人家一季度傲慢对我 要能忍啊 要能舍 要能放下了 决定不能整 我们很不容易 辛辛苦苦建立到场 他要要 要交给他 我们就得走啊 不然怎么样呢 不然要告到法庭 上法庭 我们知道 我们不会输的 我们的理由 证据 那么这都是事实 但是 出家人 出家人上法庭 还要增名利 这把佛教的形象 完全破坏了 这个罪过大 学七个道场 无所谓 佛教的名 不能坏 这个事情是决定干不得 遇到这个事情 这就来考验你了 你也能忍受 你也能放下 破坏名誉 我根本不要名誉 我们这一生在世界 只要天天有机会将近 这就是我的事情 我的本分 影光大师所说的 顿轮近分 我们的本分 就是每天念佛 读经 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的本分 每一天 见到我的本分 很快乐了 本分之外的 统统放下了 这个要能忍受 第二个 世间之苦 尤其是一个 真正持戒念佛的人 生活辛苦 没人照顾你 甚至于有时候 犯的没的事 都要能忍 记住古人一句话 行由不得 凡求助击 我遇到困难 困难不是从外来的 是我自己造的业报 应该要忍受的 应该要忍受的 与别人不相干 要忏悔 要改过 忏出业障 要常常想到本思 世家母的福 我们今天生活 跟世家母的佛相比 比世家母的佛过得好啊 他晚上住在树底下 我们晚上还有个小毛 这笔风雪 比树底下好多了 还不知足吗 居住的环境越小越好 容易收拾 不需要人慈喉 自己照顾自己 我的老师 李宾南老爵士 九十五岁的时候 还自己照顾自己 没人照顾他 有学生想去照顾他 他拒绝了 到九十五岁 才接受两个学生 这两个学生 是姐弟两个人 老师答应他两个照顾 老师九十七岁 我真的 说明他身体好啊 不需要人照顾 需要人照顾 身体就不方便了 身体很灵活 或别人照顾 这世间苦 第三个修法 修法要有耐心 一门深入 常识训修 尤其发型 要来学弘扬之不经典 里面 身字 明相术语 你都要去查资料 要找很多参考书 把这部书真正念通了 然后一遍 然后一遍一遍去讲 讲十遍 二十遍 三十遍 五十遍 一百遍 就转家了 真正得到三美 得到三美之后 就很容易开悟 真成就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